世界何其大 有这么多万物间的能量 在天地的眷爱中 在我们的因缘踏取道 如果天地的眷爱 可以把能量的聚集 在我们的身上 你会不会在人世间里面 你是富有的人 可不可以 这句话应该不为过 对不对 所以当你跟天地相应的时候 就是你要发的时候 跟天地相应 已经发了举手 要举有点信心好不好 好好好 说话一下 还可以了 是不是 还可以了 是不是 好 第二 怀才不遇 有谁怀才不遇的举手 有人 对不对 也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反求诸己 怀才不遇 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自大 别人想要帮你 都帮不下去 对不对 所以谨言顺行 在你的怀才欲不欲中 可能就会有帮助 所以前面可以做的 表面可以处理的 先处理 由浅入深 把可以抓到的 都抓到辽若指掌 所以这一切的运作中 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大的空间 可以让自己突破成就 突破成就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各种 可能发展的更大的空间 所以不管你来超码几年 哪怕是今天遇到超码 应该要在快速的时间内 人家是怀才不遇 你是怀才处处发 要还是不要 怀才能不能遇 跟当时能不能把握 是息息相关 在你的智慧跟事情相对应 能不能够用上派上用场 息息相关 所以你知道每一天都是模拟考 每一天每一个劲 都是你正在磨刀 磨量 你知道 等到 叮咕的时候 你刚好 别人看到你的情况 等我 你 是 货币